主要帮助我们 圣灵我们何总需要你 帮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并且活出一切的真理 做到时候我们知道很多 但是我们做不出来 圣灵充满我们 让我们得着能力 为你做见证 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 在路上的同学 保守他们平安的脚步 我们仰望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美 Amen 要我们一同翻到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可能我们不能一张一张的来讨论 我们做把一些重点 比较难解的经文 那么这些比较难解的经文呢 也是很可能会考出来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一同来看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我们一同来看这个 22节到25节 一同来读 好 这样看来 说方言 来是为信的人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都说方言 偶然有不通方言的人 隐情显露出来 周避张脸伏地 敬拜神说 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 那读这段经文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证据这个事情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 来是为不信的人 所以方言很重要 对不信的人是一个证据 但是下面讲一句话 比较我们要注意的 很难解释的 做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 然后我们和尔本圣经 他加了三个字 做证据 因为你发现 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 假如你抓住前面这句话 你再读下去 你会发现矛盾的 因为后面讲道 有不信的人 他们因着 先知讲道 他们就被劝醒了 他们这心 隐情就显露出来了 前面讲说 先知讲道 不是为不信的人 是为教会 那为什么后面又说 这个先知讲道很重要 不信的人 他们进来听到了 他们就被劝醒了 为了 怕我们误会矛盾呢 翻译圣经的老先生呢 做在和尔本里面呢 加了三个字 你发现这三个字 加上去有意义的 做证据 这个证据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看到我们讲语吗 原文是 Semaon Semaon Semaon就是 等于英文 The sign 是个记号 是一个 神迹奇事的记号 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 这个Semaon 就是讲到 异能神迹的记号 这个方言 对不信的人来说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全能神迹的记号 哇 方言 能够讲出别国的话来 把一个 人心里 过去的事情 投个方言 翻出来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证据 是一个全能的神迹的记号 但是先知讲到 不是一个 对不信的人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异能的神迹的记号 是一个圈性 所以前面这一句话 没有否定 这个先知讲到 对不信的人的重要性 只是对不信的人 不是一个 超越的 一个的神迹性的 sign 是一个理性的 证据 你懂了吗 所以在这里是把两种的 方言跟先知讲到 的不同的功用 对不信的人来说明 所以翻译圣经的人 怕我们不了解 所以把做证据 这三个字怎么 加进去 点点点 免得不加解三个字呢 你会读下去 发现前后矛盾 前面讲到说 这个 先知讲到 不是为不信的人 后面又 图人又说 先知讲到 让这些 不信的人 被劝醒 不是前后矛盾 不是前后矛盾 关键是 先知讲到 不是一个 异能神迹的记号 是一个理性的 一个劝醒 所以要了解 前后并没有矛盾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特别在这个十四章的后面 我们一同来看这个十四章的后面 三十四节读到三十六节 好 好 找到帮我们读 那个弟兄讲得那么大声 你要小心 就说 就请节省经文是否是 不准姐妹 讲到呢 要她们 在会中闭口 就请 节省经文是什么意思 姐妹能不能讲 可以讲 闭口无言 好 有没有回去读 上礼拜发给你们那个文章 林道亮院长写的 有没有读 林院长怎么解释 就能经文了 上礼拜不是发了一个文章给你们吗 有啊 应该 是林院长的一篇文章 没有印给你们吗 OK 那奇怪 我叫Melissa印给你们 那没关系 那么重点呢 注意三十六节 我们再来读一次 小心地读 好 一同来 神的道理 岂是从你们出来吗 岂是单临到你们吗 那么 这个里门是指导谁 怎么知道是弟兄 因为在原文里门是 看不出阳性跟中性的 但是呢 这个丹这个字啊 在我们的讲义 我们看到是 Moros这个字 Moros 这个字为是什么 Wous 还记得吗 我们希腊文读过了 记得吗 汪弟兄 这个是阳性种树 Wous Wous 阳性 难道神的话 单单临到你们弟兄吗 那假如是 这个意思的话 就表示 神的话也会应该 临到谁啊 临到姐妹 姐妹也有个 作诗 现在是讲道 但是 有这个原文来支持 姐妹 但是前面要怎么解释呢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 像在圣徒的宗教会一样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他们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这一段经文呢 我们和文翻得很容易 一样误会 更准确的方法 或者更清楚的含义 是指到 正如 这个律法 是指到正如当时的拉比律法 正如当时的拉比律法呢 他们是要求 姐妹们在聚会 聚会的时候 有聚集的时候 是闭口不言 很多聚会 教会也这样做 不准他们说话 总要他们顺服 其实保罗是 在节礼前面是讲出 一个一般性的情况 其实他不赞同 所以他后面说 难道神的话 单单临到弟兄吗 他在讨战 这种拉比律法的 传统的一般的聚会的情况 他在讨战 而不是支持 所以接着经文 要非常注意 否则呢 前头矛盾 你看到吗 前面说 姐妹 闭口 不可以说话 后面保罗又责备弟兄 难道神的话 单单临到你们弟兄吗 单是 众多的众 你们嘛 服术 阳性服术 好 这个难解的经文 有没有问题 很多聚信会 就是印着这段经文 反对姐妹 站讲台 我们曾经有个校友 是个姐妹 她在教会 事奉得很好 又传福音 也教导 结果 谈到案例的事情 这个经文的牧师 就反对 我们经文的系统 是没有女牧师的 不有案例 很多长老会也是的 像我原来在非诚所 读的这个 Vasminster 是长老会背景的 不准姐妹读道学硕士的 你们可以在这里 姐妹读道学硕士 我告诉你 去到Vasminster 姐妹不可以读道学硕士 因为这样子 不可以站讲台 只能够读圣经硕士 只能读辅导学 那很多的解经 就是抓着这段经文 所以很可惜的 但是我们看到 真的特别在 酸教的工厂 神用很多姐妹 做酸教师 特别在我们中国教会 看到好多爱主的 姐妹酸教师 他们传福音 乌养教会 站讲台 做了许多的工作 好 有没有问题 关于这两段经文 单单临前 十四章 是一个很难解的经文 那当然 十四章 也提到这个方言的问题 那我们 将来在圣灵神学 还有祷告学 我们在特别说明 这个方言的问题 好 有没有问题 特别 十四章的 二三十四节 这一段 他们若要学什么 可以在家里 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 妇女在会中 说话 语言是可耻的 那么这个 还是 还是指到 这个 拉比律法的观念 觉得 姐妹 在会中 讲话 是可耻的 所以整个的 前文 三十四节 跟下文 都是指到这个 正如 拉比律法 所说的 还是有问题 翻译 所以 不容易的 因为 的确 一直都是 以 弟兄 作中心 但是我们在加拿大书 已经读过 我们在基督里面 不分 犹太人 希腊人 或男或女 在基督里 都成为一 也有人这样解释的 对 那么 我在台湾 西安堂聚会的时候 他们还是这种的 做法 弟兄 做一遍 姐妹 做一遍 中间还放一块布 分开 后来没有了 后来 专心聚会 不要东看西看 好 我们再翻到这个 过年多后书 15章就论到符合的事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过年多后书 第三章 第六节 那现在这些 南节的经文呢 考的机会是很高的 所以大家特别 这个笔记要弄清楚 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 第六节 一同来 好 究竟这个经义 知道什么 所以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和本翻成经义 其实原文是圣灵 Numitos 所以 不是凭着这个字句 来自凭着圣灵的光照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经义的意思 圣灵 经义就是圣灵 以后就 再看后面一点 第三章的 十六节 一同来读 好 这个帕子 究竟指到什么 帕子 心思的蒙蔽 心思的蒙蔽 很好 然后指到什么 骄傲 就业的字句 差不多了 更要具体一点 这个帕子是指到什么 从上下文 接近了 律法什么 律法是好的 律法主义 是指到当时这些犹太教 所高取的律法主义 要靠守律法得救 要靠守律法称义 这是当时犹太人 心中的一个帕子 让他们没有办法看到基督的 那个救恩的永美 这个是原文 上下文 所有表达的意思 但这段经文也可以用来 指到我们 内在生活的一个经历 跟操练 真的是 藏着脸 在灵里面看到 耶稣基督的荣光 但是在这段经文 原来保罗说要表达的 是指到耶稣基督那个救赎的荣光 福音的荣光 很可惜犹太人 他们心里面被律法主义这个帕子 帮助了 看不见 不能接受 所以要把这个帕子解释清楚 是指到什么 要跟着再往下看 有一个也要注意的 第四章的十六节 一同来读 十章十六节 所以 内心是指到什么 不是指到我们的内心 是指到那个里面的人 能够越来越刚强 越来越更新的变化 真的能够活出基督 佩戴基督 里面的那个人 那个灵人 那个熟灵的生命 越来越强壮 越来越丰富 然后到了第六章 就又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了 翻后一点点 第六章十四节 我们要可能读多一点点 我们要从十四节 读到这个十八节 一同来 一同来 你们和不信的 缘不善配 不要同富于恶 亦和不异都 有什么相同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同呢 基督和笔烈 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同呢 神的殿和偶像 有什么相同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就如神称说 我们要在你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又说 你们乌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乌 我就收纳你们 我要做你们的乌 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那究竟十四节 在讲一件什么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就用这段经文 变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的命令 哦 你要小心哦 你叫朋友 一定要主类的 信与不信 不能同富于恶 这样的劝勉 有没有错 基本上 那个心态是好的 是对的 真的我们交往 能够有相同的信仰 能够基督徒 结婚是最好的 但是 不能引用这段经文 当做一个婚姻的命令 好像假如有弟兄姊妹 跟不信的 结婚了 就违反了这个命令 就好像 受到审判 受到定罪 就是很多教会常都有的情况 但是呢 也看到一些真实的见证 当初 姐妹很爱主 但是 她祷告祷告 心里是很平安 觉得就是神预备 这个朋友 这位男士 做朋友 但她还没有信主 甚至 还记得 近年 远雄长老来这里 讲到 记得吗 第五家的长老 还记得吗 第五家的长老 远雄 她当初在台湾 在台大的时候 她的姐妹 很爱主 但是她完全 不信主 然后就开始交往 交往 然后他们 最后 就决定要结婚 但是 那时候 这个微吩咐 还是不信主 后来 这个姐妹 刘彦华 就 要结婚了 就找牧师 就找了周连华 台湾很有名的一个牧师 那周牧师 也为这个事情祷告 没想到他答应 这个要结婚的 男士 还不是基督徒 但是周牧师答应 但是呢 她说 我答应有个条件 你们结婚之后 你一定要陪着 你的太太 去教堂 这是我的条件 结果 远雄 答应 真的 结婚之后 总是 陪着太太 去教堂 但是她 很聪明 是去教堂的 留在外面 不进去 我来到教堂了 这个是教堂的范围 但是她就不进去 结果后来 他们来到美国呢 也是这样 开车 就送姐妹 到第四家 停车场 她就坐在车里面 太太在里面听 她在外面休息 去到教堂了 有一次 叩见都来讲道 因为她也听说 叩思远 是总统的牧师 跟吴勇 他们一起 所以 进去 看看叩思远 是长得怎么样 结果她就 陪着太太进去了 哇 不得了 一进去 听 叩见都有讲道 哇 神的灵 有点感动 而且叩见都讲道 真的是引人入胜 又 这是 很有内容 很有故事 很有比喻 又引用很多 中国的文学 哲学 文化 哇 她一听 听进去 然后就 每个礼拜 是真的去 进入教堂了 听听听 哇 就受洗新主 而且新主之后 大法热心 哇 就是 整天就读圣经 传福音 爱主 很快就被 叩见都 按理做长老 所以 实在是 我们 从外表 真的不明白 很多时候 神做 透过这样的方式 这个 这个信主的 就好像 这个双教士 在婚姻 这个关系里面 就是像我们上礼拜 所说的 姐妹是 解禁的 就把那个丈夫 带进教会 成为圣洁的 台湾还有一个 一个很有名 被神说用的 韩伟院长 从台湾来的 就知道 韩伟 她是那个 杨明山医学院的院长 以前也是中原 基督教大学 中原理工的院长 她当初也是 跟着她的交往 她也不是基督徒 韩伟师母很爱主 为这个年轻人 祷告 神就是给他 心里的平安 结果 结婚之后 哇 韩伟长老 韩伟 都被改变 然后就信主 受洗 哇真的是爱主 然后我举这些例子 不是在鼓励 我不是要鼓励 有录影的 不是要鼓励 要跟不信的人交往 的确 跟不信的人交往 整个的过程当中 包括结婚 很多时候 要付很大的代价 不同的生命 不同的价值观 不同的想法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在台湾也看过 我在幕会的过程当中 也看过 有姐妹很爱主 弟兄这种不信主 一直要努力努力 忍耐忍耐 没有改变 也有这种情况 活得很痛苦 被那个十字架 婚姻的十字架 也有很多这种例子 所以 能够 跟信主的人 结婚 也是最理想的 最美的 但是 假如 有这样的情况 跟不信的人 结婚 我们不要用 这个经文 当这个命令 来审判他 定罪他 其实他 一个选择 我们做牧者的 要提醒他 你会 要付很大的代价 他什么时候信主 会不会信主 真的不知道 那也有这种情况 真的是 神很期慕地带领 也有这种情况 因着你的生命的见证 对方信主 但是 真的那个过程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看 接人经文 一定要平衡 我们上礼拜所讲的 林前第七章 不信的丈夫 因的妻子 成了圣洁 就把他带进教会了 带到教会的这个团 体里面的 让教会来揭盖他 教会来 向着传福音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 林后第六章 怎么看出 这段经文 不是用在婚姻的命令上 怎么看出来 你发现 从下文 特别是七节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 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其实 这段经文 当时保罗 是 特别提醒 弟兄姊妹 在生意的合作关系上面 信与不信的 不能一同合作 不能同富裕 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 因为当时的社会背景 在生意的合作 很多生意的开会 生意的往来 都是在庙里面 去开会 在庙里面 欠合同 在庙里面 恭贺 这个合作成功 所以假如你跟不信的人合作 做生意 你就被 必要进到庙宇里面 战然不洁净 甚至吃 也是刚刚把一个偶像的 借偶像之物 其实你发现 保罗整个上下文 从来没有提到 男女婚姻的事情 看到吗 反而 看到这个 战然不畏的事情 然后 你从上文也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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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偶像的事情 不是提到 男女婚姻的事情 没有提句 但是 这段经文呢 可以应用在婚姻关系上 是个应用 不是个命令 因为没有任何的关系 比夫妻的关系 更需要 同心跟合一 同父一儿 所以假如有弟兄姊妹 跟不信人结婚 我们 不应该用 定罪审判的态度 这是你的选择 我们 只有为你祷告 我们也 既然你这样决定了 或许有神的代理 我们不知道 我们都为你祷告 那你想想看 对这个姐妹 或者这个弟兄 是何等大的 一个的支持 他进入 建一个 不信主的家庭里面 好像一个算钥匙 进到一个 不信主的国家里面 需要我们教会 为他祷告 支持他 而不是用一个定罪的眼光 你看 你就 堕落了 你就 贪爱世界了 当年 你所生 要结婚 也是被批评的 一塌糊涂 对不对 觉得他 贪爱美色了 贪爱世界了 不能赚先爱主了 不对的 这种 对婚姻的定罪 没有独身恩赐的 会变得古怪的 很多是因为 他不是恩赐 他是因为被逼的 对 教会用这种命令 把他们关锁 在这个教堂里面 被关锁了 对我们也不要 特别的鼓励 但是我们不要禁止 不要禁止 最少不要禁止 也不要定罪 做够了 千万不要鼓励 我告诉你 因为一鼓励 万一出了问题 牧师 是你当时鼓励我的 你看丈夫打我 现在要跟我离婚 牧师 你各个搞定 就麻烦了 我们 不定罪 也不鼓励 就是看审带领 也有 也有的 所以要非常小心 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 要非常小心 把弟兄带进来 我也看了一些很好的例子 特别是这个 我那个第一代的基督徒 我发现这种情况很多 很多很多 在中国的话就这样 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所以为什么保罗在林前第七章 讲得那么清楚 有不清楚的丈夫 因着姐妹成为圣姐 就是这个道理 反而是那个 如果是几代的基督徒 他们非常 好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不但是在中国教会 其实在 美国人的教会 也常常遭遇同样的困难 把这个变成一个婚姻命令 但是 其实这是 只是一个 应用在婚姻上的一个原则 好 我们再往后面看 特别在零后十二章 我们一同来看第七节 十二章第七节 好 一同来 眼睛看不见 因为 有讲到他写的字很大 甚至 这个罗马书是有代笔的 所以有人说是眼睛的质病 但也有人说 假如眼睛的质病 为什么是 撒旦的差异 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至高 所以究竟 这根刺是指导什么 有没有别的说法 我看有一本书上 这个是他的 太太的 有人这样解释的 就是说 对 保罗结个婚 后来太太离开了 所以就有人攻击他婚姻上面的事情 但是 假如这个真的是这样的话 其实保罗真的是被攻击 错不在他 就像 就有一些神学家的推论 保罗 之前是有家庭的 但是因为他新的主 之后大法热心 甚至自己一个人躲到 亚拉伯的旷野去 结果 太太就把他修了 就走了 其实他生命中的根刺 甚至杰根刺 他这个不成功的婚姻 成为别人对他的一个攻击 撒旦的攻击他的一个的 一个情况 哇 你那么有恩赐 那么会传福音 那么会建立教会 但是你看 你的婚姻是这样的 保罗真的不晓得怎么讲 因为你发现 当保罗在书信里面 描写很多男女的婚姻的关系 不像过 不像是一个没有结婚的人 是有家庭生活的 一个人的背景 但这是一个问号 因为传统的教会 都认为保罗是 都是一直单身的 那假如你要写这个论文 做点研究也很好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定论 我真的不敢说 不敢说 因为有些东西 你讲得太确定的话 教会就分裂 对 其貌不扬 言以出数 所以也可能是指到 质病的攻击痛苦 身体上这个质病 那当然也有人解释正面的 就是说这个的刺 这种是仇敌的攻击 对他传福音的 这些犹太人的攻击 逼迫 这些不信的人 对他的逼迫 是从正面来解释 这根词是指到 他的受逼迫 受痛苦 他是夹在肉体上的 我就拿这种 肉体上 他就是身体上的 对 所以就是被攻击 他被监禁 被鞭打 所以也是可以讲得通的 有人说这个刺的原文 就是一根棍 就是十字架 这个木头 就是一根木头 是 是真的一根刺 真的一根刺 你要把它放大 变成十字架 也可以啊 但是因为 假如你把质病 当作一种 撒旦的攻击 那你 你这样也会 否定了质病的 事情了 好像质病就是 就是撒旦的攻击 每次有病 都是给你赶鬼 我想还是 一个婚姻比较好 但是这个问题 怎么摇动 整个基督教 很多时候 对保罗的那种的尊崇 跟认识 就很难 所以 我们之后 打个问号在那边 所以考试的时候 请你们 把这两种 到三种的 解释写下来 你要把这个问号的 内容讲出来 好 然后我们就很快 把关灵的后书 的难题 那当然十二章 讲到三种天的经历 我认得 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这个人是谁啊 保罗 就是保罗 他是很谦卑的 不要说是我 其实是他自己 三种天的经历 那提到他 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乐园到底在地底下 还是在空中 其实呢 我们千万不要用 三度空间的想法 因为 保罗说 巴不得离开世界 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这个一定就是 一个乐园 但是圣经也提到说 死的人要 等候复活 所以很多的解经家 都把乐园跟阴间 我们死的人 也要下到阴间 把这两个观念 连在一起 就是说 所有信主的居徒 死了之后 到的 一个乐园的阴间 在那边 是 某种程度 在这个乐园里面 乐园的阴间里面 是有神的同在 有主的同在 所以保罗说 巴不得离开世界 与主同在 好得无比 在那边等候复活 不是说 已经到了 这个 天国或者天堂 因为还没复活 对了 当然不准确 你要 除非是 活着 被提的时候 耶稣 如果再来的时候 你都不需要 经过死 只能说 死了之后 跟主同在 对 与主同在 他是被提 在一个乐园里面 与主同在 但是也有人解释呢 将来在七年大灾难 两个见证人 就是 他们回来了 因为每个人 都要经过死 No exception 所以 到了起初 有人就解释 这两个 两个见证人 就是 以洛跟以利亚 被杀 所以都要经过死 每个人 人人都有一死 你不能有exception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那不信主的人 他们死掉 直接下地狱了 不是不是 下到阴间 那个是 没有神同在的阴间 一个是乐园的阴间 然后复活 白色大宝座 白色大宝座 他复活了 复活 直接下地狱 对了 假论好好注意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起初里面提到 有一批人 复活 是按照生命策 来审判他们 是指到那些 不信主的 不爱主的 不得胜的基督 在那个时候 白色大宝座的时候 才复活 那个 那就是说 耶稣在 如果是 这个是乐园的 就是指 应见 那个耶稣在 变相山上 见到那个 那是在 是在乐园呢 还是在 变相山的时候 就是以利亚和 那个 男孩的时候 那个 那个是真的 神把他们带来了 对 不是在乐园 那个真的是在山上 对 好 接下来很多 重要的问题 我们 也会透过 不同的课 去好好去说明 最少我们先 先弄清楚 我们 居徒 死了之后 去了哪里 不是马上就上天堂 我们 是等候 这个 复活的 好 我们再翻到 加拿大书 特别加拿大书 有几个重要的 主题 或者有几个重要的 难题 要去解决的 我们先看这个 第三章 十二节 第三章 十二节 好 一种来 三章 十二节 那么 十一节的后 有一句 因为 经常说 一人 必 因 信 得 生 那后面 我们刚才读了 行这些事的 就必 因此 活着 很多人 读到这两段的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 就觉得好像 前头矛盾 前面说 因信得生 但是后面说 行这些事 就必 因此 活着 有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那怎么解释 特别后面 这一句 行 要靠行为 行这些事 就必 因此 活着 这个活 是指什么活 不是指 永活 我们要了解 这个活 我们还是要 翻回到生命纪 第五章 我们有读过了 第五章 三十三节 找到 好 一段来 也好 你们神所吩咐 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 使你们可以 存活 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 得以长久 看到这个活 是什么活 地上的 存活 得福 就是 行 解释事 行 你们 都要去行 就是 野华 吩咐你们 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 这样去行 存活 得福 就经历了生命纪 二十八章 第一节到十四节 所有的这些应许 地上的祝福 甚至能够在加南北地 长久 能够得地为业 所以 这个活不是指导用活 你了解这个的分别呢 你就了解 这个 我们放到这个 路教福音 注意路教福音的第十章 二十五节 我们一档来读 二十五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 试探耶稣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长寿永生 那你发现这句话 错在哪里 解释代表什么 犹太的律法主义 靠行 我要做什么 可以承受永生 就把加拿大书 这个行 就是就等于存活 把这个活 变成是永活 整个犹太教的错误 就是这些句话 但是你发现 耶稣回答的 多有智慧 多准确 耶稣说 哇 我们这个妹有点松 乖乖 好 达声一点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咒逼得 圆文没有这个永字啊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老先生犯的时候把这个永字加进去啊 对 这个是犹太主义的律法主义错误的想法 假如耶稣中了他的诡计 所以他试探了 假如耶稣说 你这样行 咒逼得永生 整个基督教信仰没有了 肯定了犹太教 耶稣回答的是整个旧约的精髓 圣明记刚才我们读的第六章 没有应许永生 对不对 只是存活得福 所以同样的意思 你这样行 咒逼得生 原本是 是指到一个 很有能力的生活 很蒙福的生活 就是圣明记二十八章所应许的地上的生活 顺利亨通 居上不居下 结种的生活 耶稣没有说 你这样行 就必须永生 否则整个基督教 没有了 所以 同样的 加太书 其实 因信得生 是生 永生 这个原则没有错 后面所讲的 这样行 就 必得活着 活 存活得福 所以要把这两个经文解释清楚 太大了 我们河尔本很多地方 就是放的 其实他也很聪明 讲了三点去 但是很多平行徒 根本不知道这三点是什么意思 这三点就是说原本没有的 河尔本里面藏着很多这些点点点 其实都不需要放进去的 哎呀 神学的问题了 因为 说不定负责翻译节一段的是属于阿民念神学的 你要行 才能够保持你的永生 颠倒了 对 最基本 所以我们从 这些神学不同的辩论跟背景就了解 这些翻译的经文 其实不同的神学背景有不同的翻译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另外一个更大的难题啊 就在加拿大书第四章 不晓得 不晓得 我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第四章的 二十一节 到二十六节 这段经文 看看大家有没有读出他的问题 好 我们慢慢来读 二十一到二十六 你们只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 快断 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出于西来山 生子为虏来设下甲 这下甲二子 西来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虏的 但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 他是我们的母 好 读了这段经文 有没有给你一个感觉 好像西来山 摩西之约 是被咒诅的 是围炉的 是不好的 是要过去的 现在是西约 才是好的 两个妇人比方是两个约 好像一个是从学习上的 是围炉的 就是预表西来山之约 旧约 然后那个平应许生的 以撒 就是代表新约 好像把旧约跟新约 成为什么 对立了 这难怪有时代主义 在产生 主义说 神在七个不同的时代 人类不同的时代 有七种不同的旧法 旧约时代 就是律法时代 是靠守律法的旧 当然新约是恩典时代 是完全凭信 靠恩典的旧的 那么用这种说法呢 他对节省经文的解释 就一定就是这样 旧约是为路的 是出于西来山 不是属于应许的 是属于肉体的 是属于行为的 现在我们是新约 所以我们不需要管旧约 旧约是律法时代 过去的 是为路的 是受咒诅的 那假如这种看法的话 就把旧约跟新约 什么 对立了 分开了 所以很多人都说 旧约已经过去了 旧约是律法时代 我们不需要去遵守 我们现在是恩典时代 一切都讲恩典 凭着爱心 对同性恋 我们也可以凭着爱心 千万不要用律法 要不要守主日 这个也是旧约了 已经过去了 凭着圣灵的自由 你要去主日敬拜就去 你不去 也没有诫命 因为过去了 实条诫命 律法都过去了 很多教会是这样解释的 不需要守实条诫命的 因为实条诫命 律法已经过去了 这是围炉的 是咒诅的 吹息来善 是否这样看 假如 你不接受这种看法 认为旧约跟新约 是一贯的 甚至是 旧约 波西之约 包括亚伯南之约 我们在西中神学说 都是属于什么 恩典之约 整个的旧约跟新约 其实是性质是一样的 都是靠着恩典 靠着宝血 来得救 不是对立的 反而是旧约 是影儿 新约是磁体 新约完全 应验的旧约里面 所期盼的 整个得救的原则 是一致的 旧约的以色列人 也是凭着信心 这叫羔羊的献祭 这叫羔羊的血 他们得救 假如是这种的 一致的看法 旧约没有过去 西来三字约 不是围鲁 里面有恩典 假如是这样的看法 我们怎么去解释 阶段经文 解释阶段经文 要非常小心 我们先了解 西来三字约 还记得西文成学讲吗 西来三字约 是个很特别的约 我们叫它 叫做什么 是个mixed covenant 是个混合的 什么叫混合呢 还记得 我们讲到 在伊甸园里面 有功德之约 亚当之约 道德之约 人作为一个被造的人 被造之物 永远要守这个道德之约 但是亚当没有守住 但是这个道德之约 工作之约 在西来三的时候 republish 把它重新表达 彰显出来 本来这个道德之约 是在亚当里面 非常明亮的 非常清楚的 而且亚当是有能力守住的 但是他堕落了 堕落之后 人只剩下良心的 圣语的律法 是非自信 但是到了西来三 神把这个工作之约 道德命令 重新展现 但是不要误会 在神把这个石条 建命给摩西的时候 同时也给了摩西什么 还记得吗 建造会墓 用了四十天的时间 跟摩西讲得很详细 律法只是让我们治罪 治罪之后 要凭着信心 带着祭物到会墓 靠羔羊的血 来得赎 所以在西来三之约里面 神把这个恩典 把这个赎罪之法 会墓 赎罪献祭的礼仪方法 告诉了摩西 那这个是预表基督的救赎 西来三之约 表面上是工作之约 但是实际上 它是恩典之约 因为每一个犹太人 他们有信心的 都是靠着献祭而赎罪 这个献祭 这个告一 是预表耶稣基督 所以呢 当我们好好地读 下来台书 想要了解了这个本职 这个西来三之约 其实保罗在这里说 两个约 一约是出于西来 他是指到这个西来三之约的 工作之约 这个部分 是为虏的 所以你看到下面的说明 与现在的与现在的耶路舍冷 同类 现在的耶路舍冷是讲什么 犹太主义 讲 律法主义 讲靠行为得救 就是完全是原来工作之约 那个的 内容 原来是给亚当的 当然亚当守不住 对了 所以 保罗在这里讲 两约的对比 是讲到 西来三的 之约的里面的 工作之约的部分 与耶路舍冷同类 是该被围固的 被中途的 而不是把整个西来三之约 否定 就产生 旧约跟西约的对比 他只是否定西来三之约 里面的工作之约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 整个犹太人都抓住的 要靠守律法得救 靠守石条诫命得救 是否定这个部分 但假如你不了解背景呢 你当然只是读这段经文呢 你就把整个旧约否定掉 整个石条诫命否定掉 所以 保罗讲得很清楚的 与现在的耶路舍冷同类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为什么保罗去否定 是否定 这个部分 与耶路舍冷的犹太主义同类 因为整个加拿大书 总是在否定 靠行为得救 靠守隔离 得救 加拿大书把整个罗马书的 第三章所讲的音信称义 重新强调出来 好 可以掌握到吗 考试一定会考啊 这个要说明清楚 自主主 自主主就是指到这个 一个是下甲是围炉的嘛 他是凭学习生用人的方法 带下这个儿子 但是 真正的儿子是凭应许上的 是以赏 是自主服 是指到杀来 他是凭应许 带下以赏 这个在上的耶路舍冷是指到这个天上的新耶路舍冷教会国度 跟地下的完全是不同的 地下的耶路舍冷是告举行为 天上的是因着恩典 因信圣义而进入的 所以这个在上的耶路舍冷就是指教会 指教会 与地上的耶路舍冷完全不一样 地下的耶路舍冷是完全是告举犹太主义 到今天的耶路舍冷还是这样 对立是对立这个部分 所以我说 你先要了解这个希腊山之约是mixed covenant 它里面有工作之约的部分 工作之约的republish 重生 因为没有这个律法 就没有人能治罪 就不会有这个会目的献祭跟赎罪 对下讲 所以没有错 这个工作之约 希腊的工作之约是让你围炉的 让你惧怕的 让你被捆绑的 要靠行为 靠努力 守住这个石头诫命 对了 对了 所以 对立是对 不是把希腊山之约跟信约对立 对了 是把希腊山里面的工作部分 工作之约 与耶路舍冷同类的 这个部分是对立的 是对立的 但是不是把希腊山之约跟信约对立 但是很多人读了就把这两个对立了 就把旧约否定掉了 对了 不是这个 恩典之约对立 对了 就是当时的 耶路舍冷所上行的犹太主义 行为主义 是对立的 就是保罗所攻击的 整个加拿大书就是攻击节点 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另外一个议题 对 但我们先把这个的 很容易误会的 就把整个的希腊山之约否定 把这个误会先要出去 所以这个也是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 时代主义 他们常能用这个经文 对了 人质 对 我们在系统神学会发点时间来 看看大笔是怎么分的 他用什么经文来支持 我们回到系统神学 我们再讨论 所以可以看看 他的那个表是怎么样 好像他里面有千禧年的一个表 我也忘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去看 我们跳到 以赴所书 我想加拿大书没有其他特别的难书 以赴所书就很精彩了 那么 你读了以赴所书给你一个初步的感觉 是什么 解释 他的重点是讲什么 教会 教会 真的 假如你好好去数一下 按照我的讲义 论到教会的起点 教会蒙检选 预定的原因 教会 是神心意的中心 教会的本质 神的教会的指望 我们 这个讲一些心意也可以 心意 后面挂号指望 假如你 从第一章读到第六章 最少有27处 提到教会的真理 27个不同的主题 提到教会 所以你可以从 以赴所书 或许写你的一个论文 以赴所书的教会论 写不完 最少有27个主题提到教会 方方面面 那第二个重要主题呢 你发现以赴所书 也常常提到什么 圣灵 你好好去数一下 最少有13处 从不同的角度 提到圣灵的事情 从第一章就提到 圣灵的印记 然后跟着第一章17节 提到 是智慧和启示的圣灵 然后第二章18节 圣灵所感 两下归为一 然后第二章22节 讲到圣灵居中 讲到教会是圣灵的殿 一直你看下去 然后提到圣灵充满 然后提到圣灵的宝剑 然后提到祷告 靠着圣灵随时都放祷告 都是讲到圣灵 不同圣灵的重点 所以李叶克写一个论文 以夫所书的圣灵论 很精彩 所以我们只看一两处 我们看第一章 我们一同看以夫所书第一章 从17节 到19节 好 以夫所书第一章17节到19节 一同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让了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 想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 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灵中得的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得能力 是何等浩大 好 所以从这段经文 能不能看到 这个 神对我们的指望 是什么 这个基业是谁啊 知道他 先前面提到 真知道他 真知道他 这个真知道是指导什么意思啊 认识是指导什么 经历的认识 原来还是 是不是指导一种生命的经历跟认识 灵理的经历跟认识 不是头脑的知道 保罗所讲的 真知道 是指导灵理的经历跟他看见 灵理的经历 就是他自所说 厂子里可以看见神的荣光 这种灵理的经历 能够真的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自保 哇 能够经历耶稣的那个 同在荣耀喜乐 哇 乐得不得了 比中了乐透还要乐 是真正的 rejoice in the lord 跟主的那种生命的连结 在主里面的那种喜乐 真知道他 然后刚才问到那个指望 第一是神对我们指望 要经历主 经历耶稣福卧的大能 经历他的内住 经历圣灵的充满 经历 那么还有提到什么 神对我们的指望 不是单单就是指望 让你罪的赦免 站在上天堂 今天很多的基督 就是指望就是这个 但神的指望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丰盛的基业 神要得着 这个教会心腹 成为他荣耀的基业 可以献给他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献给主耶稣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我们是神荣耀的基业 不但是认识到 神在预备我们 成为他的所有 他的拥有 成为基督的信父 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 成为一个丰富的神 得着的基业 而且还提到什么 他在圣童中得着基业 何等丰盛的荣耀 十九节 另外一个指导是什么 像我们信人所显得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神的指望 是让我们同样的 与耶稣基督一样 经历这个 在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 这个符合的大能大力 经历耶稣符合 圣命的大能 这个能力是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 这个是神的指望 不是只是 哦 约瑟 你是耶稣罪的赦免 这样来可以 直通上天堂 这个没什么意思 神的指望是让你 整个生命被改变 能够经历这个 符合的大能在里面运行 这次神的指望 所以当你经历这个 符合生命的大能的运行 你的生活不一样 你们 不要再过那个旧的生活 整个不一样了 好像符合了 整个的生命生活 完全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你才发现 保罗到了第二章 就描写以前的生活 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 然后到了第二章 他就把一个新的 基督徒的生命生活 在第一章 一直到第四章 讲得清清楚楚 到了第四章 就讲得更清楚 二十四节 穿上信任 这信任是照着 神的形象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然后讲到 不给魔鬼留地步 然后讲到 亲手做工等等 整个的生命生活 不再一样 但整个的都是从第一章 这个神的应许 并且知道 真的是 他在我们身上所运行的 那个大能大力 第五章提到 哪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圣灵充满 原文是 这个充满是指到什么 是一种爱的充满 道德性的充满 因为你发现 整个上下文 没有讲到 这个异能的彰显 只是讲到 一个生命的改变 口唱信和 赞美主 然后凡是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能够不醉酒 能够不做糊涂的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等等 都是一个生命生活的 一个改变 道德性的一个充满 所以这个充满在原文 有没有找到 是指到什么 配肉偶的充满 所以 是 英文是这个 配肉偶 那么在《使徒行传》 第二章所讲的 被圣灵充满 说放言 常常讲到被圣灵充满 然后说放当讲论神的道 或者说就能够 这个 异病啊 行异能 那个充满在原文 是用另外一个字的 是用Pimpremi这个字 是 P-P-I-M Premi P-L-A-M-I 所以把这两个字 应该讲 有写出来 这是两种不同的充满 所以圣灵很奇妙用两个不同的原文的字 所以过去 福音派跟灵恩派一直在辩论 究竟圣灵充满的章节是什么 其实不需要辩论 圣灵充满有两种的充满 一种是 生命性 道德性的充满 一种是 一种恩赐的充满 两种不能充满 所以原文也是两个不同的字 P-R-O-O P-P-P-I-M 那假如你好好读以赋手书 你发现 以赋手书充满了doxology 三一颂 对圣父圣子圣灵 三方面的颂战跟敬拜 你从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都找到 同时 他提到圣父圣灵 好 那观以赋手书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说 哈 好 那我们翻到这个 这个第四章 十一节 那么 我们今天早上跟欧弟兄 有很好的交通 他真的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我们早上 有位弟兄是我过去 带领他信主的 结果他信主之后 就去了昆明 传福音 就带领很多人信主 但是他的教会模式呢 我不敢说 因为他就是 没有任何的同工 执事 长老 牧师 什么都没有 你听到他解释吗 就是 按照圣灵的感动 但你发现 以赋手书 讲到一个成熟的教会 会有什么 武从执事的 你要看到 保罗去到不同的教会 传福音建立了教会之后 他会按理什么 长老的 其实 这个权柄的设立 是神的通质 因为在自然的恩典当中 一个家庭有没有头 神也设立 丈夫是领袖 是头 一个国家 旧约时代有司师 也是个领袖 后来有君王 是不是领袖 都是有权柄的 没有权柄 甚至保罗家 权柄是神所设立的 但是因为权柄 常常用到不好 被滥用 就产生有些教会 不设立权柄 不设立长老 没有牧师 因为常常听到台诺的例子 就是牧师跟长老在那边闹 然后长老跟会众都闹 牧师跟会众都闹 那倒不如我们不要有牧师 不要有长老 这个是交往过正 因为圣经提到教会 一定有什么 有权柄的 神在自然恩典当中 家庭也有权柄 国家有权柄 每一个机构都有权柄 一个会有会长 一个公司也有这个 这个管理的人 不可能没有权柄的 没有权柄一定什么 一定乱的 所以当你读到 以赴守的第四章十一节 你就发现神在教会上 我们一种来读十一节 他所试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哇好 这五重知识好不好 太重要了 教会能够被建立 需要有这五重的知识 那么究竟使徒是什么意思 使徒 有些人说 只有十二使徒 这个时代不应该有使徒 但是假如你好好读 保罗的书信 而读使徒行传 你发现除了十二使徒 还是有别的使徒 甚至在街里说 他所试给教会的有什么 有使徒 比如说我们看 16章 罗马书16章 举个例子 第九节 我看 这个前面一点 第七节 又问我亲属于我一同作间的安多利古和尤里亚安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现在基督里的 这两位就是使徒 在使徒中有名望的 所以除了十二使徒 还有别的使徒 因为使徒这个字 看到讲义吗 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派的 所以一个使徒的功能就是奉差派 如同保罗一样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能够把教会的体制 基要真理 打好根基的 然后可以教给别的同工 在网上建造 这个使徒就好像 像一个父亲一样 他建立一个家庭 然后栽培儿女长大 把家业交给这个儿女 所以使徒一个特点就是 有一个为父的心 他能够 不但是建立了这个教会 同时他能够教出去 能够让长老 指示牧师先知 他们可以来继续治理这个教会 他假如教会出了问题 这个父亲会出来 使徒会出来 你这个跟这个 加拿大教会 你们跟这个真福音 有偏差了 被迷惑了 这个父亲会出来改正 保守教会的合一 来保守教会信仰的存证 这是使徒 然后我们中国教会 就是缺乏了这个 为父之心的使徒 也是我们中国教会最缺乏的 因为我们中国教会 谁都不服谁 所以出了问题 做分裂 但假如教会里面有使徒 有为父的使徒 就像家印教会 出了什么问题 只要田监督 田不是出来 讲几句话 做合一了 做和平了 不会分裂的 我在基督之家 墓会的时候也是 第一家 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第五家 任何个教会出了问题 只有扣监督 把杰皮童工召集 讲几句话拍一拍 用神的话安慰鼓励 问题就解决了 就不正好 有父亲在 这个家就不会乱 同样 台北领粮堂 在台北发展那么好 周神柱牧师 就是这种维护的使徒 哪个领粮堂出了问题 周神柱 带着这些童工 交通 祷告 拍拍他们 鼓励一下他们 就没问题了 但假如出了问题 没有一个为父的使徒 我告诉你 谁都不服谁 就乱 所以 我们中国教会 需要求神 欣喜这种为父的使徒 这个很难找得到的 通常一般就是 教会的创办人 所以感谢神 现在张伯利牧师 在美国东部 在新加坡 在纽约 在费城 很多地方开始有丰收华夏教会 他的执事就是使徒的执事 建立教会 打下根基 哪个教会出了问题 他去处理一下 就没有问题了 包括现在流通牧师 你们看到圣明科学有差不多 一百多个分堂 一百九十五长老最熟了 所以也是打个分堂出了问题 流牧师叫我飞去了 就处理 就解决了 有使徒的慰愿 维护的心 所以 有人描写这五重执事呢 是五个记 看到讲义吗 第一个记是govern 就是使徒能够治理 安稳 这个教会 就让整个教会呢 能够有 次有序 不会乱 有使徒就有一个 使徒为父的心 可以去govern 看到讲义吗 G-O-V-E-R-N 第一个记 那第二个记 就是指到这个 先知 就是 神过那么多 好 讲完这个 这个先知 不是像我们今天 就是好像是 未卜先知的意思 他是指到 他领受神的信息 跟心意 来 引导教会 前面该走的道路 该注意的真理 就是领受信息的 来用话语 显明神的信息 先知讲道 to guide the church where should we go what should we do 所以 每一个时刻 神 神通过 先知 讲道 来引导 他的羊群 往前走 那牧师 不是主要讲道 按照原文 poin 每次指到 学本牧者 牧养的 羊受伤了 爆炸他 羊走迷路了 去把他找回来 安慰 鼓励 是等于今天的 辅导 所以牧师 其实 真正的牧师 是做辅导的 然后 教师 是 完整的教导 整本圣经的真理 所以 他们就是用 五个记 使徒是govern 先知是guide 然后 还有传福音 evangelist 就是 gather 把 把 世上的灵魂 带进来 然后 牧师是 第四个记 是 一下忘了 我们讲 应该有写 第四个是god 牧师是god 保守羊群 不要让他 迷失 god G-U-L-D 然后第五个记 是ground 把 第四个的信仰 砸根在圣经里面 ground 好 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很多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